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怎么看这些绯闻 到最后老爷子生硬的扔下一句话 他们出名都是靠人捧的 出名有什么好 人最好不要出名 扬长而去 这老爷子 他可能是经历了 挺棒的 说的就是你们 没有 我觉得炒作 他证明他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这件事情 是利用我们家的钱或者是名来做这种事情 这是经历过风雨的人 他人抛下这句话 因为他是一路走过来 见了太多了 我觉得到他这个年龄 他已经把这个风风雨的很多事都已经看明白了 知道这个浮在面上的所谓的名声 名声所累 这个名声是个怎么回事 所以他已经不在乎这些 你说看明白了 还真是 我那么多家都说霍英东 我有一个最独特的角度 我想说说霍英东的眼睛 昨天晚上我久久的凝视着他老人家的眼睛 我是比较相信 就是人是个什么人 其实面貌上是能看出一些东西 我也相信 而且从就像你说的 你看他的眼睛 肯定是眼神中间传达出来的东西是最准确的 你看他的眼睛 我给你看他这照片 大家都熟悉 这种眼波深陷 这个眼光精光夺人 我为什么就说他的这个眼睛 我不光是说给他笑面 而是说你看他这一辈子 我觉得他缺少我现在最痛缺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人的眼光 你说他呀 我昨天看 一半是人 一半是天 你也说不准 就是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些人 比方说抗美援朝的时候 他在香港 谁都不敢干 他给这个共产党中国送物资 对吧 冒着多大风险 对 当时是冒天下之大部位 对 但是他后来说 说你说我当时 有多高的觉悟 什么拥护共产党 他说那是下掰 但是这个感觉 这个事要做 事实证明 这事做对了 你再说 他这一生中 在香港 你说现在买楼 这个卖楼花 当年香港房地产热的时候 他最早干这个 对 就是说卖楼花 然后分期付款 用拿来的钱 在建楼 然后累积 还累积他的原始积累 完成他的原始积累 对啊 太棒了 我觉得这种就不是一般的水平 像我的这种对数字 没有任何概念的 买了一个房 然后呢 想着想着 没想到空气内还能涨 要是当时我现在后悔啊 我妈也说我 你要是再多买一套的话 哎 那你不还能挣着钱吗 所以你就没这种 没这种投资的眼光 我认为有的人是天生的商人 刚才啊 这个文涛放了一张照片 你看了 霍云冬他那个目光 他目光是聚焦的 他像音一样 王老师 我跟你讲 我们都散点 平常 我跟你讲 聚焦目光的人还真不多 就是你一看他的目光 他的目光有个绿绿感 像音一样 他能够投射出去 就是他那个焦点 扎得很实 扎得很稳 你一看那个目光 你觉得这个人啊 做事啊 坚定 有意思 我就老想 你比方说啊 他干的好多事 就是那像你说的这种 买房子投资啊 叫动小先机啊 就是有些人跟咱们一般人 是不一样 你好比说他 就是支持中国体育事业 你看这事后看他这个选择 你包括我记得最早在澳门 何鸿燊他们争这个赌牌赌场的时候 霍云冬有参业一脚 但是呢 他到某个时候 他最早抽身 说我不做这一行了 你就 他抽身的原因有说吗 他没说他原因 这我记不清 我感觉好像有评论 就是说他认为 这个赌啊 这种事情 我最好还是离远点 但你不知道 他脑子在想些什么 可是你就 当时他就想 从赌的这个方面 抽身回来 然后开始做慈善了吧 可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做 慈善是要资产积累到一个相当程度的时候 你再说有的时候是人的这种这种感觉哈 好像 的一个珠江三角洲 你说他就看那个荒帝说南沙 他这个地方 一定能出来 这个地方要发 我特别佩服大人物 你知道吗 你比如我就假想 我要面前摆着一张大的珠江三角洲的这个地图 你说我能说 我多半会说 大家说说看 应该在哪发展呢 就咱是没主意的 但是他有些人 他怎么就 他怎么就特别的有这个主意 我相信除了他自己的 因为最后的判断是由他做出 但是他身边一定有一批谋士 一批参谋 帮他出谋划策 当然最后决策是他 事后证明 霍运东 你看在大陆做的所有的事情 无论是慈善事业也好 是体力的投资也好 包括你讲的 广州的那个白天鹅 白天鹅宾馆 没错 又是最早的五星级 当年盖好 我到广州去看那宾馆 因为那时候建的这么豪华 这么漂亮的宾馆 真不多见 去了做那种 你觉得的话太好了 没错 听说第一批那个宾馆的服务员 现在都已经在外国生活了 还是很漂亮的 而且我就觉得 这霍运东我太佩服他了 因为你说他受了多大的教育吗 或者可能可能根本就没有 但是他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可能王老师也说了 他身边有谋士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他都能够听谋士的话 也不是所有的人能够从他一帮谋士中间挑选出 哪个谋士的建议是最对的 最重要的 最选择是旁 我跟你讲就是选择 这谋士这个东西 为什么最后说责任人 你还是得大头的开板 我现在就感觉啊 人生的这个选择呀 太难了 我最近我就老感觉 咱们怎么总没办法避免错误 就我已经活得很小心了 我活得很谨慎 我好每天三行五生 我反省我自己 但是好像错误就是 哎呀不可断绝 每天你都会出现 这次你避了这个 下次又出现那个错 百密一书啊 就好比说这回你比别人聪明 但偏偏你听了别人的 下回呢 你说坚持听了我自己的 但下回恰巧呢 你比别人蠢了 我就觉得哎呦 这个所以为什么我就佩服 你如此哀叹 一定有个在一个重大的选择问题下 你一犹豫错过 有这个事 天天都发生 我跟你说 我甚至还经历过一个什么处境 你知道有时候这个人的这种选择的错误 有时候会在一种 你心里都明明知道 那是一个陷阱 但是呢 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周围所有力量的制约之下 你心里明明知道 可是你仍然一步一步一步 你完全知道 你就要跳到这个井里去 你知道我都有过这种 你缺少那种魄力的东西 对我就没 我就近视眼了 你知道吗 就我就发现 我有一种人 就是咱就说这个项面 你看啊 我的方位感等于零 我的节奏感等于零 我就发现还真的 我就是个没主意的 那你就去把那个近视眼的手术做一下 你就会不是近视眼 不是他这里 我认为这个 这个所谓的 就是一个人 都面对一些重大选择 他必须做出一个决定 这个好像就是 我这个可能有点迷信 他确实跟人的行作和血型有关 你像A型学的人 逻辑性真的是比我的B型的要强 他做事有计划 我就是A型的 你A型啊 我挺混乱的 然后对数字根本就没有概念 就属于这种 你对数字没概念 不一定说明你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的脑子里没有一个逻辑的计算 并不等于是这个 我也想了 我跟文涛有点像 我也想了 好多要注意的 但是我真是跟别人去说的时候 看见人家说 哎呦 那个你看我们真的挺困难的 你就 哎哎哎哎 我我就觉得 哎呦 人家是挺困难 那算了吧 我就特别容易 但是我确实 你是心软 我跟你说 这血型这个 我还有研究 我跟日本人学的 基本上就是说什么呢 A型血的人呢 祖先是农民 就是说他是农耕民族 他呢 这个这个 但是实感价 就是说 要是有一个犯罪团伙的话 特别形象的比喻 你听说过吗 要是有一个犯罪团伙的话 肥手是O型血的 O型血是领导者 肥手是O型血的 B型血的人呢 是狗头军师 就我这种 出主意的 对吧 他不敢拍板 你是B型 我是B型 我们俩就主意了 所以你是张艺谋的文学策划 进出搜主意了 然后 你知道 然后呢 就是A B型血的人 负责把狗头军师出的主意呢 具体化为一个可操作的计划 但是 真正去偷的那个 就是A型血的 这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说现在 你知道各界评论 也挺有意思 我这几天看 就也挺少有这种人的 对这个霍英东啊 没有 我没见到谁说他不好 就 而且一般都是 说是个达人呢 就这个人 通达的那个达呀 霍达的那个达 也是霍达的达 就是说你看他这个 一生当中做的这种种 这个选择 可以说达官 就是他做所有的事情 他的重大选择都是对 所以我认为他属于人中之龙吧 像这种人应该 人中 没错 不少女明星想法是跟你一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 不是说你得空什么几百个人中间 或者上千上万个人中间 才能出来一个 可能有他的命的关系在里面 咱们也不要 不要搞盲目崇拜啊 不能把这个事情 但是我今天晚上在这儿我八卦一下 我得问他个事 因为曾经我在那个西营场拍戏的时候 我听那个西营场的人跟我说过 说你知道张艺谋为什么能那么牛吗 我说为什么呀 我说挺有才华的还是怎么样 他说他看见过外星人 对 我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是真事 艺谋给我亲口说过 就是当年他拍那个黄土地的时候 黄土地应该是第五代电影里面的开山之作 对 他拍黄土地的时候 有一次到大西北 拍完了 说已经接近黄昏了 然后一个汽车拉的 他坐的那个器材车上 到了景地 到了这个他们住属的地方 泄器材的时候 他说他偶然抬头 突然看到 有那么几个旋转的东西就在他眼前 他就好奇 因为离他不远 速度非常之快 当他眼泪了吧 不 这是你听我说 都在那转 一直在那转 他说他在一瞬间就突然目光上去了之后 就一直看他 他说事后很多人告诉他 在这个时间起码过了有将近十分钟 但是他说他的所有的记忆全部上市 就是停在 看到那一瞬间 那剩下的十分钟已经没了 然后就被外星人洗脑了 所以他是不是被洗脑就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成为一个传说 成为你讲的那是一神话的传说 说是叫大大远 原来也是被外星人 结实了 绕成了中国电影 这么传奇的一个风潮 但这是真的 这不是传奇 对对对 而且旁边人也看到 但盘蓬炎没有在那一瞬间记忆上失 没有 就是大家看了 很清楚看他 然后圈段了多少时间消失 他没有 他就停在 定神的那一瞬间 脑子空白了 那也就是说 只有外星人就挑中他了 把他洗脑了 别说张艺谋 这也是我注意到的一个眼睛 对 我跟他说话 他那个眼睛也是 战然精亮的一种眼 那不过不是说盲目崇拜 他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人 不是他也不 他不是坏 不是 我是说他就是一普通人 他也不能把神话 那我说他这个眼神 确实也是挺精亮 我第一次和一谋打交道 就是局斗 刘恒找我去谈剧本 然后他晚到 我先到了 从那边过来 忘了一坐 刘恒介绍 来 他说这是我们的平民家王斌 我们两个目光瞬间就对上 我印象特 那时候给我印象特别深 他那个营让的那个目光就过来 那有点 你觉得这个人有幸福 对 我的天 不是 张艺谋是霍云东亲戚吗 我们讲怎么讲到张艺谋来了呢 你刚才讲的是 就是成功的人 那个眼神不一样 眼神不一样 在成功的概念上 他们两个都是成功者 他们俩的眼神 我刚才仔细想 回想了一下 我觉得有点像孙悟空 就是火眼金睛的那种感觉 孙悟空的这个聚焦点不够 孙悟空是灵动的 他眉毛老了之后 变白了之后 但是他的眼神还是那种 就是眼珠很大 就那黑眼球很大 很坚定的那种感觉 行 我必须打住你们这个装神弄鬼的 霍云东还是要回到人间 也有凡人的很多烦恼 你知道吗 你们都没听说过 所以说我就说 霍云东在广东那边 洛西大桥 你知道这事吗 人家投资 捐建的 捐建这么一个大桥 结果到后来 十好几年 这个地方政府 一直在这收过桥费 然后霍云东 当时在香港 我都听说过 就传言 说你说是什么捐建 老板天 你这个都是收过桥费 还你的贷款 霍云东觉得很委屈 最后好像听说是广东省政府 一笔一笔的 让这个地方政府 就说你给我算 这个钱到底是怎么回事 把这地方政府搞得很尴尬 那就是当地地方政府 用非常无耻和卑鄙的手段 他真的亵渎了霍云东的义举 霍云东捐建的钱 显然是要为民造福 因为他毕竟是中国人 那虽然是香港那时候 跟我们还隔着 但是他是要 他是要造福于我们自己的同胞 真的干这种事的人 是卑鄙无死的 这次这也是现在 炒都做的一个话题 人家说记住霍云东 说的一个名言 叫给政府一个教训 就是他当年碰到这个事 他就说 这个得给政府一个教训 你这个 你现在为什么说 刚说中国富豪 什么做好事 做善事这些事 这个已经他胆挺大的 能给政府一个教训 我觉得这是需要胆量的 和气魄的 他现在 对 虽然他有理 但可能有些人说 那政府啊 那胳膊肘拧不过大腿 那我吃点亏就算了 以霍云东现在的江湖地位 他说这个话 别人还真是拉他 拉他无奈 不是无奈 但最起码他有这种良知 就觉得我做了这件事情 你们政府做的是不对的 我敢站出来说 能敢说我就觉得这是有勇气的人 非常单纯 基本上把霍云东当成一个弱势群体了 是吗 霍云东要鼓一呼 我有一个朋友叫陈建勋 也是香港人 他是一个狂热的电影 这个电影的这个理想主义者 他是当年这个香港电影新浪潮 陈建勋 他就想在中国的地方 二级县市建电影院 很理想 他当时在谈这个理想的时候 我都在 慷慨激昂 激情满怀 结果我后来到广州去跟他谈 关于电影 因为我跟他有个合作 我要监制几部片子 他是老板 那几天情绪就不好 结果一打听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地方二级院线 二级的县市建院线 说是 王斌 我真的没想到 你们大陆的官员怎么能这样 说为什么要给我设置那么多障碍 我去的时候他那么欢迎 我现在看到利益了 给我设置那么多障碍 还要伸手要那么多钱 他这么无耻 只能是这样 现在电影院盖好了 看到笑语了 说那张脸又开始坏了 欢迎他来了 这是中国的现实 这是现实 对 你看咱们从霍英东 一位老人的过世 他能联系到很多很多事 这才叫真是传奇一生 你看 你老看他干什么呢 没有 他跟张艺末对过眼神 寻求跟他对一对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研究霍英东 还有一个体会 就是你说 咱就说 咱这种人就往往选什么选择错 要咱说这种眼光 这种动小先机的这种啊 其实往往必须办有什么呢 你有过人的意志 比方说听谁的 这往往啊 你要有承担 然后你就在霍英东身上 你知道他在香港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他还有个名称 抗癌斗士 二十多年前就得了癌症 但是现在 反正至少有医生认为 他自己发明的一种方法 延长了他的生命 那个什么冷水浴吧 你都知道这个 我看了这个 我觉得太牛了 因为癌症啊 像我这种心理素质不好的 突然有人跟我说 那个你要得了这种病 多恐怖的一件事情 然后你就可以联想到 他做决定的时候 像你这一次错了 我一想 哎呀我兜兜兜兜的 我说下一次能不能错呀 能不能对 完了你要是这种心态的话 你肯定就没 你还没输这件事呢 你就输了气势了 你像他这种意志的这种训练 就是住宾馆 那天在住大陆的宾馆 没热水吗 他就突然突发奇想 说给我找一大桶冰水来 然后这一辈子 就说是大概有十几年 二十年这个时间 天天的从这个冰水里跳出来 钻到丧丧玉 又跳出来 又钻到他就冷热冷热 加冰火几重天的这种 他但是有人一直到 他心脏坚持不下去了 他都这样 但是你看我还想到谁 邓小平 从当年战争年代 就是这种洗冷水 一直到坚持到晚年 然后还有这个 你像这个毛泽东 毛泽东当年也是叫野蛮旗体魄 下着暴风雨 就往山上乱跑 然后我就看这些人物 我那天看见一个梁树鸣 就讲到毛泽东 我就是说这种战略性的 所谓的这种眼光 你说他敢跟毛泽西吵架的人 但是那个外国记者问他 说你认为这个时代的伟人是谁 他还是说 他说是毛主席 他说晚年糊涂了 可能犯了一些错误 他但是我还是 他为什么呢 抗日战争的时候 他说我去延安 当时全国都悲观 都悲观 他说我唯有发现了一个人 就在延安跟毛泽东 毛泽东哈哈大笑 说这个小日本不自量力 就跟他讲这个 就说他根本中国太大了 就跟他讲 你说他当时就觉得 这个毛主席怎么这么乐观 你联系到原来咱们说起 这个毛泽东当年说一些话 什么 少则三年多则五载 结果解放战争打四年 哎呀 这种人真是我老觉得 他有 我特别希望有这种本事 所以所以有一句话 叫高瞻远瞩 就是你突然发现在伟人身上 他不仅有 刚才你讲的 通过那个 霍英东的抗癌的这种方法 几十年如一日这种方法 你看真的看他意志的坚定性 一般人是真的很难 你就是说我们晚上出去散步 坚持跑步 你跑不了多长时间 健身房 你都坚持不了 为什么 我们的意志真的是不如你 这再一个就是眼光 你仿佛讲了眼光 就是他站在他听这个位置上 他真的人越过别人所看到的 他看到更前方 这个是一般人 咱们说在这方面 他可能真的是一个天才 你说我现在生活中最大的苦恼 就是一件事 是可做还是不可做 是该进还是该退 你其实怎么那么难呢 咱们就说当年的红军 前段时间不宣扬红军的长征 我现在我们倒会偷偷来想 过去小的时候是没想这个问题 当年红军被国民党已经打成那样了 就那么几支队伍 那么几杆枪 怎么就想到雪山草地 跑到延安那里建立一个根基地 怎么就打变了 把全中国给打下来了 你现在想想这是不可思议的 完全不可思议 而且那领导者大量的还都是知识分子 他要受多少苦 这个决策怎么做出来的 今天你仔细一想 你只能说 就是决策者是一个天才 他真是一个天才 除了他的若观 他对信念的坚守 也难说 可能是能熬到最后 被迷的没有办法 对也难说 就是方法是苦其心智 恶其体肤 人能下得了地狱 才能上天康 很多时候 我发现这个成功的人 你想不受恐怖 在陈迹期间 我发现这个人 想不受恐怖 这种人 我来的 你